4.5年8月9号,临时时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背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 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 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 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宾关,而于1939年9月19号成立的。 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一期的一份1945年9月4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纪姆勤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等,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中揭露,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 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检疫房里过冬。 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尽管战俘老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财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 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 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老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 我们被装上了蒙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钱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 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室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 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首购弄得黑亮黑亮的。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万5千名日本战俘死掉了。 加州智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赐塔沃战俘所。 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赐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 西伯利亚赐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 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 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待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 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老改营。 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